这个机器叫喷杀机 干活的时候 两个手要伸进去 一边看一边干 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都以为是漏电 就在脚下加了个绝缘地儿 谁知道电得更狠了 吓得工人都不敢干活了 这到底是何妨妖孽 再次作怪 好了 开始破案 通过和工人师傅详细交流 才知道只有在喷杀的时候 才出现触电的感觉 对于这种喷杀机 我很早以前就接触过 也修过 所以不陌生 他们开始怀疑是漏电 也找了电工师傅过来测量 加了地线 还是不管用 所以我判断他这个电就不是漏电 不是漏电 为什么电人呢 擦上电看一下 开机 这个时候设备外可是不带电的 工人在干活的时候 这两个手要伸进去 一个脚要踩脚踏开关 手伸进去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橡胶手套 再看一下它里面是个啥 两个手套 就是一个手拿喷杀枪 另一个手拿弓箭 就是一个手用起枪来吹另一个手 它这个杀是玻璃杀 玻璃杀 还有就是这两个手套是最近才换的 以前那个破了 这里面也没有电 为什么它在喷杀的时候会有被电的感觉呢 那是不是一个静电呢 那就操作设备试一下 我来测一下 为啥这个电笔突然不显示了呢 是不是这个电已经传到我身上来了 在刚刚电笔碰设备的瞬间 我被电扎了一下 这个设备外壳是接地的 为什么这个静电对地放不掉呢 而我认为这就是个静电 但是他们认为是漏电 那既然是身上的静电 为什么它对地放不掉呢 为什么都放了绝缘胶皮 它还会被电呢 静电 那是这两个手套产生的静电吗 摩擦起电 它为什么对设备放不掉呢 那如果把接地线压到手套这一块 能不能好一些呢 有 还有 还有 有麻了是吧 我现在都不敢碰 最先 最开始的感觉就是你腿上的那个探膜 它是立起来的 就是 就是水上的汗膜就是往外扎着 对 所以很多力全你再不上用 下个屋来接 那我电比我那一放 呼呼呼电也就上去了 接地做好了也不行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脚踩地线呢 直接对地放电 有有有有有 80多幅 80多 不行 你也感觉到电了 有电的感觉吧 有 不行 它就是放不掉 我分析问题就出现在它这个鞋上 它这个化险的衣服 把静电往下倒 倒到这个位置放不掉 对地放不掉 即使你站在地上也放不掉 那如果把地上或鞋上喷一些水呢 我把鞋子打死 把鞋子打死 把这一块都打死 这一块都打死 把鞋子打死了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想到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喷壶 每次干活之前把鞋喷一喷 这个静电就能对地放掉 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产生静电跟这个橡胶手套有关系吗 还请大家在评论区多多指点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有的是摸这个墙 这个墙也会有电 这个拼头我现在换成这种塑料 这拼头了 它也会然后有电 会有电 也有三个人过来了 但是每次都没有 对我发现就洗澡的时候 这墙面有水的时候 就是摸墙也会有这个电 对 就是不是很强烈的 但是你摸了会变一下手 有有有 是有电是吧 一靠近它就像 对 就是墙也会有电 一靠近它就像 嗯 像得更有动吗 是墙有电是吧 有 有 嗯 很明显 水面头倒是没有 就是墙有墙带电 墙的电是吧 就是我们会反正是动不动就被垫一下 动不动就被垫一下 这个地方还没有 在上面也有了 打四个后就有了 有 像这种情况普通的电笔测不出来 你看 灯都不亮 不亮灯一般都认为是没有 没有电 那确实是不亮 那个 你们家能断电吗 就一路一路断电 这个 在哪 在哪 也不是 在哪 没了 没了 这个没了 灯也没了 灯也 灯电路吗 这是 热力 我看那个啥 不一步 你开灯 跟这灯没关系 跟灯没关系 跟灯没关系 一关以后还有哪屋没电 他在一个关了以后 就是一个灯 灯电不关 你看厨房灯不关 管以后 我现在给我管 管点 他们说一拉闸断电 隔壁厨房的插座也没有电 去看一下厨房 厨房里不锈钢的水盆 一测也带电 带16伏 再接着测 测这个锅 145伏 这种锅没有地线 就会带一个100多伏的感应电 这个是正常的 再测这个菜刀的刀架 带20多伏 就是拉着哪个找我去看一下 这在哪呀 在这 奔下来的一个是墙里的线路 也没有路电保护器啊 如果是路电保护器 路电的话 它会跳 哎呀 路电老厉害了 我还以为是感应电 这是路电了 路老厉害了 路电 它是路电 对墙里边 对墙是路电的 我还以为是感应电 就那个线路路电 这是两路 其中有一路是漏电的 拿螺丝刀 这房子是老房子 对 把这两路线拆下了以后 测量其中的一路漏电轻 那这个不用说 另外一路肯定漏电严重 就是漏电严重 我原本不漏这一路 给你接上 我看一下是哪个 送上电啊 没了 没了 那现在再去厨房看一下 厨房的插座也是没有电的 也就是说 那一路线是厨房的电 或者是墙上的电 这墙上这边都有插座吗 然后导致那边那边路电 这墙上不是有插座吗 现在是没有电的 你看这是墙上的插座 线路路电导致墙上带电 可以把这两个插座打开 看看这间有没有联系 因为对面就是卫生间对吧 嗯 墙上的对面 哎呦完了 这线都没穿管吗 连管都没穿呀 加快建成 参加这个插座 分开这两路线 可以刷出这一路线是漏电的 就是往这走的线是漏电的 这路线没穿管 走到墙里边 一直走到这个插座 那就是线在墙里边漏电了 那就再打开这个插座 再看一下这个插座 拆开这个插座以后 测量分线路 这一路是零线不漏电 火线漏电 看火线漏电 而这一路也是火线漏电严重 零线漏电轻 这一路火线对墙体漏电 我怎么说 这一路线给你不要了 因为对面是厕所 这一路是漏电的 导致 这个线是干啥的 你用没有用 这个电 这个插座 都这个插座之间的线 都拆开了 有过来 店长那会给你判了 这个主线有没有问题 我给你这么明白 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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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主线 到你认水器这一块是好的 电路是好的 从认水器到油烟机 到那一块 这个是红线是漏电的 但是那个 蓝线没事 蓝线没事 我把蓝线给你打火线 这样你就不用走明天了 可以用 这一对 这样把电路处理好以后 直接给它送上电 厨房正常用电 而卫生间 因为对面的那个漏电的线路 掐断了 不要了 所以这个墙体漏电的现象又没了 这样就安全了 好了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需要这个电笔的师傅 可以点左下角小黄车 按嘴